不過現在這個話題呢 讓大家非常非常地感興趣 如果你也是特斯拉車主的話 可能大家最近都在討論一個話題 因為有七個字 七字真言說不得啊 因為你說出來了之後呢 簡直就要落入一個百慕達三角洲 有網友發現 只要對著特斯拉導航說出七個字 就會讓車機反黑大當機 哪七個字 我們記者也實際請來的特斯拉車主 來實測 導航到開原路吐脫魚羹 這方面就行啦 這整個當機啊 啊你是說什麼 我就按照這個講啊 好啊 原來是七個字 什麼七個字呢 我們先來帶大家來還原整起事情的經過 首先啊 他講出這七個字 原來是開原路吐脫魚羹 真的好想去吃到了這個台南去了 應該是台南吧 開原路上面 結果講出來了之後呢 開始迷想了 怎麼樣就是找不到這開原路上面的吐脫魚羹 被說原來這七個字是所謂的七字真言 居然駭在黑瓶死蕩 講不得 原來不是佛蒂摩講不得 原來是開原路吐脫魚羹講不得 講出來之後呢 現在該怎麼辦了 發現到原來真的有這麼一間餐廳 開原紅燒吐脫 有沒有看到這個餐廳了 不過呢 網友現在開始吸引大家瘋狂朝聖了 他是一家老字號的餐廳 想不到呢 因為這特斯拉 講出這七字真言變成黑瓶之後 大家就想去闖闖看 想說每一個特斯拉車主都不信邪 想要去吃吃看 到底有多好吃 怎麼會吃到連馬斯克都要必須把他ban掉 把他封鎖掉 發現還真的好吃 無論如何呢 網友還在下面一路都開始刷一些五星的評論 去吸引更多的特斯拉車主 你也來挑戰看看 我們看看網友他們的說法了 他說呢 開特斯拉來不了的這一家名店 而馬斯克呢 是不是最害怕的對手 原來是這一家開原紅燒吐脫 還有人說呢 從小吃到大的好味道 想不到呢 現在竟然一夕爆紅 而且爆紅的原因不是因為有節目報導 不是因為什麼 而是單純一個導航的空間迷想 這個也讓大家覺得 哇 真的蠻特別的 沒聽過這一種爆紅的方式了 那邊是第一次見的